接线接线方法就是三根火线三根火线一根零线蓝色线蓝色的线是零线蓝色线零线必须接 就是蓝色线必须接上 然后你打开包装之后这个地方会有铁丝捆绑 然后这个地方也会有铁丝 这块野边也有铁丝把铁丝全部拆除 气管气管用的是8毫米的气管 然后气压保持在6到8之间的气压 工作压力在6到8之间 然后准备好之后上电 油泵 油泵如果会出现滴滴响的情况下 那就它是说明缺油了 上面是打油的时间 下面是间隔时间 我一般出厂的时候会把间隔时间调到156秒或178秒的量子 然后这是开机页面 开机页面之后这么红色字提示上电需要回源 然后点一键回源 机器会慢慢的回源 上面提示会消失 它每次断电重新上电 在上面它会有提示需要上电续回源 但是在中途当中呢它就不需要回源 只要不断电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回源 上面没有提示情况下就不用回源 然后就是打开成品库 然后50锁 AD锁 减一锁 双孔锁 指纹锁一 指纹锁二 一般的情况下这边有50锁比较几多 然后这里面这些数据 这就是然后点调用程序 然后出厂的时候 录入了一把58锁和一把小50的锁的数据 因为这个锁数据的话它都不大一样 这还得要考虑大家回去自己录入 这是选标说打58锁吧 选用58 选点序号1 然后这边点确认 然后这就掉出那个58锁的数据来了 然后里面那个X位置板后板长 这三个这三个我都没有给录入 为啥呢 因为那个X位置就是说 从门板的底边 然后到那个锁的中心位置 从门板的底边到锁的中心位置 这个数据每个厂家嘛 它都不大一样 一般的情况下有950的 有975的 也有在1米1左右的 然后就是个板后 板后就是门板的厚度 门板厚度是多少 就是输入多少 板长 门板长度 一般的2米左右 2米3 2米4 2米2的输入板长 然后这些数据都是固定的 就是那个58锁的 58锁锁体的那些数据 就是这样锁的数据 然后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门锁 这个锁体数据有点 那个不合适 因为这个锁 这把锁的生产厂家不一样 锁的数据也会不一样的 然后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图形里面 这个22.2说的就是这个称板的宽度 就是这个称板的宽度 22.2 然后126 就是这样看的 就是说就是后面这个锁这个这个长度126 然后18就是说的它的厚度 就是它的后最后的地方 18 一般都会偏大一点 171毫米的也说18 偏大一点 然后就是171 是说的是这个称板的长度 就是亮的这个称板的长度 171 看图形 那从这头到这头 就是说的是称板 看着红色小箭头 然后就是这样看了 然后2.8 就说的是说这个称板的厚度 就是说的这块厚度 然后这个A 这是它的长度 一般这录入图形的时候 它会偏 录入数据的时候会偏大 两三毫米都 都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偏大的 这样穿的时候好穿 然后这个DH 说的就是它的直径 就是这个孔的直径 D 这是说的这边 这块 一看应该都能简单明了 然后第一 就是说的直径 这个大元的直径 然后45 45是说的 从那个称板的外 这个外边 然后一直到这个 门把手孔的那个中心位置 它就是45 DH是说的 这个大元孔 在这块DH 然后从这个孔的中心 然后到这个锁体的中心 是20 在量数据之前 要把这个锁体的 锁体的中心线找出来 然后从这中心线过了20 它就是那个正好是这个圆孔的位置 然后从这个门锁中心 这个位置过去60 是过去60 到这个锁心这块 就是从这块到那个那边那个锁心 那个大元那块 第一那个中心 60 然后总深度73 73说的是从这个衬板的外壁 然后到这个 一般也会山上两三毫米 三四毫米的 这是这是图形对应的锁 然后就是点其他三数 你再看一下 其他三数里面有个锯形衬板 锯形 锯形衬板说的就是 说的就是长方形的 然后你点一下跑道衬板 就是说这是圆弧的 圆弧的 然后还有修边与不修边 一般情况下 这个锯形衬板是都修边的 这种跑道衬板呢 也可以选择不修边 因为它这是个圆的 然后这肯定是都线索槽 线索槽为了剪刀刀的阻力 然后这个洗槽速度倍率 修边速度倍率 洗槽速度倍率 就是说洗这个锁体那个槽子的那个速度 一般的话70 80都可以 还有修边速度倍率也是70 80都可以 那个锁体宽度补偿 锁体宽度补偿 是说的是8毫米 是说的是让那个刀的直径 因为你在量这个锁体的时候 这里面的锁体的时候 你试多少 你就输入多少 比如说是126 你就输入126 这块那个8毫米 是把那个刀的那个半径 给你让出来了 因为那个刀的 如果说是你量126 从这块到这块是126 那个刀那个还有个半径 所以说那个 它那个往里面 往里面插锁锁体的时候 会不方便 它那个系统会把那个给你那个把那宽度补偿 直接给你让出去 就是8毫米让了刀的让了刀的一半吧 半径左右 然后这个锁体身槽偏移 锁体身槽偏移是说的 是说的这个锁体和那个衬板 有的那个像这样的 是平分的 有的那个一头长 一头长一头短 那样这样的话就得锁槽 锁体身槽偏移这块输入 往左偏是副数 往右偏是正数 这是其他三数里面的一些功能 然后就是银孔三数 银孔三数 银孔三数的话是说的是打这四个银孔 打这四个银孔 它是根据根据这个孔 根据这个孔的中心 就是门把手孔的中心 往上去多少 往下来多少 然后从这个孔 然后到这个孔的中心 又过来多少 到这个圆孔的中心是多少 它就是从上去20下来20 然后从这边 然后过去65 然后从下来过去65 这边都是 这四个银孔数据是这么计算来的 如果说有的 有的很特殊的那种不规则的 就是右上孔S偏移 右下孔S偏移 就是说在这里 它有的有那种特殊的锁 在稍微不均分偏移 从这里面调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银孔三数里面 这是这个这种这个五零锁 这里面的 其他锁里面的也都一样 几乎都是一样的 像这个看 它就变上了 几乎几乎全是一样的 无非不一样的 这些指纹锁里面的一些数据 录入的数据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如果说你搞懂了 它那个图 箭头指的是哪块是哪块 应该是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图都很简单明了的 一看大维母都应该都能都能看懂 然后再有只荷叶 巨型荷叶 巨型荷叶就是L的长 荷叶的总长 荷叶的总长 然后那个M M是荷叶的宽度 L是长度 然后荷叶深度 就是说它那个厚度 银孔的话 一般情况下都不大挡 银孔 银孔的银孔 一般都不用挡 然后这个板后就是门板厚度 板长 同样是门板的长度 S1去说 S1是说从那个门板的底边 从门板的底边过去 到荷叶的边 到荷叶的一到荷叶的一边 到荷叶的一侧这块 是多少 这是选择一个荷叶 然后两个荷叶三个荷叶 然后四个荷叶 都可以选择一般 国内一般都三个荷叶的多 然后都是从那个 都是从那个门板的底侧 开始往那边算 第一个是多少 第二个是多少 然后第三个又是多少 就是S1 S2 S3 你就选择 选择三个荷叶就可以 S1 S2 S3 输入 然后侧面 肯定是在侧 有的荷叶是在那个正面的 有的荷叶是在侧面的 侧面的话 一般的情况下是靠上面 靠中间 靠下边 都可以选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在靠上面的 咱那个打的 有靠中间的就是那种铰链形式的 那种铰链形式的 但是那样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偏移 就是那种荷叶会有一个偏移 偏移在那个 这块 侧面最偏移 从这块偏移 从这块改 同样这里的速度倍率 就是加工速度 修边速度倍率 同样这里都得 都得要输入一下 还有就是修边 与不修边 这里面要改一下 侧面偏移 就是侧面偏移 打那种 那种 那个铰链盒叶的 那种隐形的 一般都是要偏移的 靠中间 中间 然后从中间 从中间的 门板的中间 然后往上偏 偏移多少 一般都是往上偏 这是荷叶 在有定制的话 一般情况下 是用不到的 你们 掉出来之后 再乘病库 调成比如说五零锁 然后 那个 调用程序 选出来 选五八 然后X位置 我随便输入一个950 板后43 板长 板长 我就随便输入一个 因为我是开门锁 我就随便输入一个板长 就可以了 然后你现在给你启动 演示一下 它会跑到这个950的 指定位置 先打 先打侧边 然后再打 然后再打那个正面 这个就是我打的那个 好了 为了呢 这个节省拍摄时间 就这样 它那个 这是之前打完的那种